特别收录 黄豆与豆浆 小朋友,你知道豆浆是怎么做出来的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现在的豆浆几乎都是机器做出来的 师傅会先将黄豆浸泡一碗 让黄豆松软、长大 再将黄豆倒入机器当中自动磨豆 磨出一桶一桶的豆浆原汁 再经过蒸汽煮浆的过滤方法 滤掉不需要的豆渣 最后将豆浆煮沸 就是我们常喝的豆浆咯! 看完了这些制作豆浆的方法 现在我们也来动手试试看 自己做豆浆 请准备炉子、锅子、果汁 汤煮、汤煮、沙布袋、以及适量的黄豆 这些东西都准备齐全后 我们就可以请豆浆姐姐教我们自己做豆浆了 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豆浆姐姐 豆浆姐姐好 在做豆浆之前 我们必须先把黄豆浸泡在水里 大约过了一天 黄豆就会变软变大 豆浆姐姐姐 豆浆姐姐 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们在果汁机里加一点水 再把黄豆放进果汁机里 按下开关 仔细听咯 一开始 黄豆的颗粒比较大 碳果汁机碰撞 会发出平平胖胖的声音 等到黄豆被打碎后 声音会变得比较柔和 这也表示 豆浆快打好了 为什么打好的豆浆 看起来好浓稠哦 这是因为还没过滤啊 现在豆浆里面 还有黄豆的渣渣 所以我们必须把豆浆 倒进纱布袋 再将豆汁挤出来 过滤豆渣和豆汁 好起来真好玩 豆浆姐姐 我也想要提提看 好啊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你们看 纱布袋里的东西 就是豆渣 这些豆渣除了可以放肥料 还可以拿来做豆渣饼哦 耶 豆腐力好了 我们一起来喝豆浆吧 等等 这些豆腐力豆冰 生的豆汁不可以直接喝 要煮熟才可以喝哦 要注意哦 必须用小火慢慢的煮 再不停的搅拌 避免豆浆烧焦 煮熟以后 再一个人口味 加一点砂糖调味 这样美味又营养的豆浆就煮好了 哇 好香的豆浆哦 自己做的豆浆喝起来感觉更好喝呢 好酸哦 好酸 好酸哦 可以让大家合作 好酸哦 就是 好好酸 了 小心 你